今天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 是關於美國的暴力事件 剛巧又有另一篇文章 我作者叫做John Cole 發表在John Cole.com 即是他自己的網站 發表在2021年3月25日 題目指 It doesn't have to be this way 不需要是這樣的 說什麼呢 英國 has 33 gun homicides per year 每年有33宗用槍殺人的謀殺案 相等於美國的人口是182 但美國有 US has 10,258 10,258 相差非常遠 如果計算人口比例來說 英國有1882 而美國有 10,258 英國的美數 都比英國大 原因是為什麼呢 他這裡說 在美國有10個 主要的槍系製造生產商 他們每年大約收入 80億美元 而他們將大部分的美國的籍客 都全部放在狼中收買了 大部分的美國人 沒有 亦都不想有槍 而美國裏面的槍的50% 只有3% 美國人擁有 換句話說 在3億2千萬人之中 有600萬人擁有槍械 這個小小的槍械的擁有數字 但是造成非常大的 他們各方面的人命損失 有些數字給大家看看 在2019年 總共有413宗大規模的槍擊事件 原因很簡單 他就說了 是因為美國的政客 比如說 在2019年3月 在紐西蘭有一個 在澳洲走過去的恐怖分子 在一個回教廟裡開槍 然後 紐西蘭政府馬上禁止所有半自動武器 只需要一件事就完成了 就可以使得這個不再發生 但是美國 過百的大規模殺傷事件 都仍然不能夠將這一班 政客的心 是減軟一點點的 那麼 就 在 美國來說 的擁有槍械 是等於全世界擁有槍械的80% 相比於 現在 戰火非常混亂的 也門 仍然 是比 美國比 也門的 人的擁有槍械要高 那麼 這裡有一些數字給大家 他就說 在 直至 2020年 的 三月為止 在 英國 就有 33宗 和傷害有關的 事件 但是 大約 相等於 一百八十二宗 在 美國 不過我們看看 一百八十二 這個就是 如果 英國的例子 搬去 美國的話 你記住 為什麼經常和英國比較 因為 英國和美國 是 在 文化上 最接近的國家 在 英國 在 2018年 警察 開了13次槍 而 在 美國 死在 槍械之中 的 謀殺案件 就有 一萬 零 二百五十八 我就說了 而 在 這些 之中 的 謀殺案 總共有 謀殺案 總共有 一萬三千幾宗 換句話說 槍械引致的謀殺案 佔到 謀殺案的 百分之 七十三點六 關於 自殺 美國總共 有 2019年 有 四萬七千五百多人 自殺 而 其中用槍 有 二萬三千九百多人 佔所有 自殺死亡的人數 之中 百分之五十點三 如果你沒有槍 可能 五十點三 可能 不會自殺 而 一些 學者的研究也證明 槍械 是很容易引致更加多的自殺案 看看 英國那邊 英國 2019年 總共 有 五千六百九十一宗 自殺案件 如果 轉過去 美國計算 應該是三萬一千多宗 但 我們現在知道 美國的 自殺數目 四萬七千多 仍然比英國高 而 在英國裏面 在這些 五千多個自殺之中 只有100宗 與槍械有關 如果想大家看 關於多一點 我在描述 會接一個 BBC 各方面的截念 給大家 我亦都會把這篇文章 的截念放在那裏 大家可以跳過去看 而 美國擁有槍械 可以說 全世界獨一無二 而他們 因為槍械而死 亦都是全世界獨一無二 為什麼呢 大家可以明白 我們 因為 那些 武器生產商 買通了所有的 國會議員 因此 國會議員 不願改 於是 市民容易買槍 就 多槍械事件 亦都因為這樣 美國的警察 亦都是 執法非常暴力 因為 他們很害怕 大徒可能有槍 對自己身為有影響 所以 開槍 差不多是殺人的 這個 這樣的現象 是否一個非常嚴重的社會問題